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见我问我思巨大像树的遐想 周末应有人之邀来到德州南端的石岗市 并走访了全美最老的千年像树 这里的景色和海岸代表了美国人富有的群体 他们生活在海水连天的美景中 世俗知识似乎暂时和世界隔离 这颗号称千年老像树是目前全美最大 也是最古老的像树 它曾经历过2017年哈维飓风仍然黯然无恙 多少年来无数人再次瞻仰 它面对广阔的墨西哥湾再次沉睡了近千年 我们走向深向大海的长廊上 一片广大的湿地 每年秋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坐归鹤 回来这里避寒 通往小镇的原始森林小道上 我们得慢缓行驶 因为路上经常有小驴出现 大片未被破坏的生态园林 到处可见奇鸟飞翔 哦 这是个多美的画面啊 真的 在这新冠病毒恐袭的战争夺权的混乱时期 我们来到这片宁静安详之净土 面对千年之巨树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 愉悦之外更意识到人生之短暂和渺小 来到美洲大陆匆匆数十载 实在是太少机会来到这片 美艳又十分朴素的圣地小镇 面对浩瀚的海洋 依靠在千年像树的长径上 看着盛开的向日葵花 虽耀阳高照 热气逼人 仍然让人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燕雨云退一步海阔天空 也正是今日之写照 愿千年树永久长青 世代的过客在此莫道 祝愿大家心想事成 幸福满满 感谢观看